啊,是的,全世界正在对抗数百年来最严重的病毒爆发 美国正在内战2的边缘,但是没有旌旗队长或钢铁人能来救你 同时也在跟中国冷战 但是显然媒体以及众多人们最在乎的还是各种名人八卦和新山色争议 有鉴于此,我想是时候来重新认识近年来最具争议 但是也最值得挖掘的MV Kanye West 2016的单曲,Famous 啊,是的,今天我又来探讨伟大的媒体了 继英格力向西、韩国瑜、脱欧之战以及黑暗骑士黎明升旗的影片之后 这部影片又要再次发挥超立方白天批判、晚上批判、假日批判的精神了 如果你还想要看到更多批判影片,首先别忘了订阅以及按下小铃铛 因为显然标题无论再怎么农场,YouTube就是不愿意推荐这频道的影片 为什么突然要讲一部三年之前的MV,你问 是,好问题 要像This is America那样跟风,我早就错过时机了 然而这部当年撼动全美国的极争议MV所传达的讯息 在陷阱可说是再适合不过了 这不仅是Kanye对于自身名气的反思、内心 也讽刺着当今媒体权以及观众的嗜血 身为公众人物,的确会带来无可比拟的名气和财富 但是换来的,却也是勾在了狂热以及观众们无止尽的窥探 以及那些窃笑无名的酸民 迫不及待等着你犯下任一个错误 瞬间将你碎尸万段 首先在谈这部MV之前,先来介绍一下Kanye 他从许久以前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饶蛇歌手 无疑的,极有才华,但是也著名的非常自傲 他不仅自称Yeesus,写音耶稣Jesus 也丝毫不吝啬宣称自己是当代最伟大的饶蛇歌手 更是21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 我是Warhol 在Kanye众多的今世行径和言论之中 最出名,最引起众人关注的 莫过于他与Taylor Swift超过10年的世纪之仇 有些人大概知道 这些争执源自于2009年的音乐录影带大奖 正在Taylor Swift要上台领奖时 Kanye突然冲上台 抢走他的麦克风表示 当时Taylor年仅19岁 是个闪亮的猩猩 所以Kanye理所当然受到众人攻击 就连欧巴马都说他是个击白狼 如果连欧巴马都说你是个击白狼 你就知道你大概做错什么了 当然在一连串的访谈之后 他们过不久就和好了 直到2016 Kanye新发单曲Famous这首歌 竟然包含这一段台词 大概不用我跟你说发生什么事 Kanye马上又面临了如纸片飞来的批评 但是后续又出现了惊人的转折 那种会连续好几周上头条新闻的转折 Kanye的老婆Kim Kardashian 揭露了Kanye与Taylor的电话录影 其中Taylor似乎认为Kanye人很好 这首歌很有趣 似乎是在给予祝福 相当然而 风向瞬间一转 许多人都表示Taylor是一条虚伪狡猾的蛇 你可能有注意到我刚刚强调了似乎这两个字 因为在几个月前真正完整的电话记录才揭露了真相 还给Taylor Swift一个公道 不过在当时最惊人最争议的是 这首歌的MV介入 其中有着全裸的Taylor Swift蜡像躺在Kanye身旁 以及旁边另外十来位出名 或者更贴切的说是恶名招账的人物 究竟这部MV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从头开始 画面开始于迷幻的夕阳 就这样一路下降到阴暗的恐怖骨之中 躺在床上的裸体 哪些是本人 哪些是化妆 或是辣香 也许这一切并不重要 因为在媒体以及八卦的轮回之下 这些名人早已被去人性化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都成为了提供人们娱乐的玩偶 在音乐开始的两分钟之后 这一首MV突然进入了最让人困惑的桥段 长达五分钟无音乐的桥段 只剩下呼吸声以及打呼声 配上这些名人赤裸的身躯以及脸庞 Taylor、Rihanna、川普、小布希、Cosby等 全都要激进病态的特写 也带出来 我们从没看过如此私密的画面 就像是个偷窥狂 甚至是杀人犯 巧声无息地划过这些手碎的人 这不是我们该看到的画面 然而因为这些人是名人 是人们生活之中执迷的对象 我们还是继续观赏 但是与此同时 却也感受到这些人的人性 甚至感到些许痛情 这其中出现的众多人物 时常面临主流社会和媒体的抨击 但是在此处 他们一丝不挂的手碎 完全对我们这些窥视者以及外在的世界一无所知 在此时此刻 这些几乎不可触及的人物 都展现了他们最脆弱的一面 最后镜头逐渐向上升起 揭露了一幅如梦境般的画面 这时已经不再是先前的低画质 手持摄影机画面 而是充满鲜艳色彩 近乎可说是辉煌的景象 床上沉睡之中的人物 都成为了卡业 汇出这幅画之中的元素 矛盾的同时带着挑衅 煽情 平静 以及无暇的纯洁 更是在镜头最高点时 忽然看向镜头 仿若是在说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都在看着我们 所以这一切究竟代表什么 最后全景的画面明显是在致敬 Vincent Decedrel在2004年的画作 Sleep 当时他就曾对于这幅画表示 有些人认为这是性爱恐怕 但是这样解读是错的 这其实是在代表集体的睡眠 广义来说是代表整个文化的睡眠 理智的沉睡 也许这就是整个MV最受到忽略之处 就如同我在韩国瑜现象那部影片 开头引用的指牌舞台词一样 欢迎来到理性时代之死 所谓理智的沉睡 甚至死亡 就是媒体 尤其是社群媒体所造成的集体盲目 我们看的越多 真的看见的反而越少 人们说 Kanye是个狂人 但是对我来说 他是个天才 他完全知道怎么操弄这个嗜血的媒体生态 他知道自己所造成的所有争议 失序的言行之志 极为逆风的言论 对于川普的强烈支持 带给他的都是眼球 而越多眼球 就等于是越多 欠欠 我们时常听到对于低素质媒体的抱怨 尤其是最近几个礼拜 但是却非常少见到有人追根究底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低素质媒体 是什么让我们眼前所见耳边所听的都是无止境的噪音 不就是阅听者本身吗 有需求才有供给 有了供给就有更多需求 这些争议的 这是耸动的 这是时常不道德的独家新闻 会如此渲染 就是因应观众的嗜血口味 当然名人也因此尝到甜头 制造更多争议 让媒体加以报道 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血喷大口 你有看过冰与火之歌吗 的确混乱是一把阶梯 让那些抓紧机会的人都能逐渐往上爬 而这混乱的来源是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 我并不是在捍卫那些无良媒体 我完全不是 我只只说了 他们对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真的毫无价值 但是当一名公众人物的隐私被爆出来时 那些无良媒体只是在行使一个我们早已签下多年的隐形合约而已 这隐形合约充满着腐败俗烂的气息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如飞蛾扑火的呛着将他纳入自己的生活之中 这合约就是对于风潮八卦争议的追求 前阵子才在探讨黑暗启示的系列之中 提到人们对于能够代表希望以及正义之象征的追求 不过事实上现实世界之中更多的是小丑们 似乎只想看到那些与众不同的公众人物被揭发羞辱 看见他们被拉到跟凡人一样的程度 看到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有所缺陷的 也许卡尼也希望透过这MV传达的讯息 就是我们不需要透过嗜邪的啃食来证明这些名人只是凡人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与常人无异的普通人 有着缺陷有着弱点 甚至在内心深处还留着当初的自己 藉由在画面上呈现这些全裸名人的沉睡 他剥去了他们被媒体套上的皇冠 无论是令人退避三射还是令人目不转睛的表层 这些由他们自己所创造 由媒体所行诉的外皮 都在此处被囤去 正因为有着公众人物这样的称号 并不代表这些人没有犯错的权利 并不代表这些人不能如凡人一般大声地表达自己 奇怪的是 在这媒体的循环之下 人们对于公众人物的看法似乎飘摇不定 有时候认为某人不该被放大检视 有时候却因为某人的一句话不符合自己的观点而大加踏乏 也许我们都签下了这隐形的合约 但是康也透过这部MV 吞去了虚伪的外表 毫不留情地揭露所有人跟随风潮的盲目 也许你可以说这非常卫山 毕竟他自己也是这无尽轮回的参与者 不过他至少提醒了我们 在这理智的沉睡之中 我们仍然有寻求一丝清醒的希望 混乱的阶梯也许永远没有终点 但是有时候攀爬本身才是真实存在的 又或许这全都毫无意义 一切只不过是另一个令人继续沉迷 继续追星的陷阱 简单粗暴的事实是 有越多人关注你的生活 无论这种关注是正面还是负面 你就能卖出越多的鞋子口红随便你要卖什么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 当年卡尼也在让明星好友抢先看这支MV后 他们一致的反应都是 我也想躺在这张床上 你不需要这样想象 因为我们早已在这张床上打滚许久了 问题是 你要继续沉睡 还是张开双眼 如果你想要我闭嘴 不要继续显演算法的话 麻烦订阅一下 按个小铃铛 我会感激体里面跟你磕头 如果你喜欢桌游的话 也去看一下我的桌游副频道 里面全都是你没看过 但是超好玩的游戏 留个言说一下你对这部MV的想法 我是超力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